2023年,韩国爆火电影《黑色直播》震撼来袭 被称为韩国影史最狠变态的朴成雄 在这部电影里又实演了一个变态 尺度大到变态,剧情离谱到变态 总之就是一句话,除了韩国,没人敢拍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剧情 当时的韩国盛行偷拍直播 有些法外狂徒为了获得高额打赏 专门绑架无辜的女孩 打赏的金额越高,他们做的事越没有下限 其中甚至连孕妇也惨遭毒手 东九是个无业游迷 她和好友日常的消遣 就是对视频里的受害者评头论足 可老话常说,您是深渊的人 深渊同样会回应您是 东九怎么都没想到 报应这么快就落到自己身上 女友秀智,发现她浏览偷拍直播 一记之下和她断了联系 东九打了很久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像小作文一样的短信发过去 也得不到回复 看着秀智送她的闹钟 想起两人的曾经 心里不免被痛万分 没有注意到 电脑就像被人操控一样 强行进入了一场真人直播 好友发来短信 是一张秀智和陌生男人约会的照片 东九想打电话给秀智问个清楚 此时直播已经开始 一个戴着面具 名为绅士的男人 正向大家介绍今晚的商品 东九无心观赏 继续给秀智播去电话 可谁知电话铃声居然从直播那头传了过来 仔细一看不正是自己的女友吗 直播间的观众纷纷评价起秀智的身材 不堪入目的话 淫入眼帘 她转身走进卫生间 绅士却在镜头前拿出一种 只要几滴 就能让人神志不禁的药水 将她滴进了水杯 电话好不容易接通 东九急忙提醒秀智 千万不要喝男人递来的水 可尚在气头上的秀智 根本听不进去 干脆挂断电话 回到了客厅 眼看秀智和男人碰杯 即将喝下去 她突然想起东九的话 留了个心眼 观众纷纷炸锅 大呼扫兴 男人是秀智的前辈 此次见面是为了 让她帮东九找工作 看前辈一口答应 秀智也卸下防备 端起水杯 喝了一大口 没多久 她感到一阵眩晕 观众们见状纷纷打赏 还提出各种 丧心变狂的要求 直到秀智支撑不住 混了过去 东九才想起来 应该报警 可因为她太过着急 语言组织不清 一时间 竟无法将整件事情讲明白 此时 绅士提出了要求 直播内容将进行升级 想要继续观看的人 得打赏至少30万韩元 否则将被强行 提出直播间 并且直播链接 是一次性的 一旦退出 就再也回不来了 直播间的人数 越来越多 他们都在期待 接下来的表演 为了能够随时掌握 秀智的情况 东九不敢犹豫 将仅剩不多的损款 全都冲了进去 并打赏了30万韩元 按照观众的要求 绅士首先 用秀智的手机 回播了电话 当接通 就遭到东九一顿痛骂 绅士不满地挂断 而东九 只好打赏10万韩元 让他重新接听电话 这次 绅士假装是 捡到手机的路人 东九则想 从他嘴里骗出地址 但绅士却说 马上要把手机 交给警察局 东九没办法 只好将观看直播的事 说了出来 还在直播间打字 证明秀智 是自己的女友 绅士终于明白 两人的关系 顿时也来了兴趣 看着东九发来的照片 他并没有感觉到害怕 反而更加狂妄地笑了起来 还威胁东九 再说脏话 就再也不接他的电话 接着 绅士向他提出交易 表示只要东九出价2000万 就将秀智 原封不断地还给他 东九犹豫了 他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而绅士 在得不到回应之后 果断举起摄像机 缓缓靠近秀智 他的手 在随意地游走 脸上 也露出猙獰的笑语 看到秀智的丝袜被褪去 东九再也忍受不了 拿起电脑 跑出去报警 途中突然断了网 好在及时连上热点 才没有推出直播间 这一路上 东九所有的动作 都被绅士实施监控 对方不仅不慌 还挑衅地说 带警察来的时候 记得帮他买一杯冰美式 还没到目的地 观众就已经扒出 东九的身份信息 住址也精确到门牌号 东九很慌乱 却更加坚定了报警的决心 好不容易跑到警局门口 绅士突然提醒 打开那扇门 全球的人 都会看到绣子的裸体绣 而就在东九犹豫的功夫里 一个男人 突然出现将他撞倒 手机屏幕也摔出了裂缝 绅士仍在不断催促 让他在15分钟内回家 东九放弃报警 转身远路返回 还找好友借了300万韩元 确保自己 不会余额空空 被提出直播间 因为太过着急 东九不肾摔倒 电脑也掉在地上 同样在观看直播的观众 还想抢夺 还好东九及时反抗 这才保住了电脑 回到家的东九 用创可贴挡住摄像头 他想到了姐姐 让姐姐去检局替自己报案 可以已经有观众 跟踪到姐姐的位置 东九之后让姐姐赶紧逃跑 中途视频又被莫名其妙切断 原来是绅士 黑进姐姐的电话 假装成医生 说东九出了车祸 骗他赶紧去医院 好不容易重新连上视频 东九向姐姐 揭穿了绅士的谎言 让他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 赶紧去警局报警 可是懒怒的人实在太多 就连姐姐也受到袭击 被抢走了手机 此时门铃声响起 假装成外卖小哥的大叔 让东九将借来的三百万 如数交出来 他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被监控 东九拒绝付款 甚至却因此恼怒 直接开启下一场节目 另一边 警方在门口发现一张纸条 是刚才东九 趁摔倒时偷偷放下的 可当警方拨去电话 却发现已经关机 根本打不通 绅士精心准备的节目 已经开始 直接他准备了一堆道具 将鲜花放在袖击的胸前 在脸上画上记号 最后还在他的手里 放上一把小刀 随着一阵短暂的黑暗 重头戏来了 绅士缓缓退下袖击的衣服 笑容在他脸上 显得更加猙獰 一分钟后 所有事情顺理成章 而东九 看着宝金摔残的女友 痛苦在一瞬间 全都涌上心头 观众还在直播间 疯狂输出 绅士也提出 举行一场拍卖 出价最高的人 将获得刚才拍摄的 独家视频一份 观众更是激动不已 不断加价 为了保救秀之的名声 东九和他们拼了 知道余额全部用光 价格直接飙升到 320万 用户上语 顺利获得视频 东九咆哮着 谁一定要找出绅士 亲手杀了他 但这些行为 对于绅士来说 只是他在无能狂怒而已 在场的 接近5000人 每人都兴致勃勃地 看见两人之间的战争 却没有一人选择报警 绅士又提出 如果东九 能给上语高额补偿 那么视频 还是能卖给东九 谁从想 上语一会儿要350万 一会儿要400万 最后竟然直接 狮子大开口 要500万含月 东九只好浏览网页 找到高利贷 申请了500万贷款 门外再次想起敲门声 原来是好友眼镜 突然造访 他让眼镜 拍下视频 去警局报警 和一回头 却看到绅士 拿着一张B超照片 这才知道 秀智怀孕了 眼镜劝东九 是秀智主动找上门的 让他不要管 这种不检点的女人 但东九 已经别无选择 将500万贷了过去 绅士也说到做到 将独家视频 发送过来 东九不然点开 将他丢进了回收站 这下 有了眼镜在一旁 拍下的视频 东九可算是有了证据 他让眼镜 赶紧去警局 可眼镜却说 一旦报警 他们看偷拍直播的事 就会暴露 没必要为了一个女人 搞得身败名裂 东九不听闲 抢过眼镜的手机 打开直播 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说了出来 让热心网友 替自己报警 可一个女人 突然闯了进来 是眼镜 在街边找的映照女 这一幕 同样被网友们看到 没人肯相信 东九的话 全都退出直播间 东九恼怒不已 正准备教训眼镜 可对方突然透露出 另一个好友市民 经常在深夜 联系秀智 而绅士翻看秀智的手机 也发现 市民和他的联系 确实非常频繁 难道两人 已经背着东九 有了不正当关系 绅士刚想查看短信令容 门外 却突然响起敲门声 是警察 根据东九手机定位 找了过来 想到绅士之前的警告 东九根本不敢开门求助 可因为他招来警察 给绅士惹上麻烦 对方也因此下达惩罚 让东九不偿一亿含冤 否则就将秀智卖到欧洲 这边 东九还在纠结 他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了 绅士可没有耐心等 照来面具人 抱走了秀智 又扔下一句 那人寻味的话 好好想想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东九正因为失去女友 懊悔不已 市民却在此时干到 想到他和秀智有异团 东九失去理智 和他牛大一团 绅士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为观众们做起解说 市民解释 自己和秀智没有任何越界 一直找他 是因为想询问工作的事罢了 但东九已经红了眼 根本听不进市民的解释 最后竟然拿起球棒 活活将市民打死 眼看已经闹出人命 绅士的表情 也变得凝重起来 现在直播间的所有人 都成了杀人共犯 观众们 有一大半都不想惹上官司 纷纷退出直播 东九让绅士好好考虑一下 只要将女友送回自己家里 就既往不咎 在这之后 他将摄像头挡住 关闭了麦克风 准备出门自首 还告诉眼镜 一定要为他们作证 没想到 眼镜就要换了一副面孔 举起酒皮 砸向东九 其实 他也是看了偷拍直播 所以才找到东九的 如果东九泄密 警察肯定也会找到自己 本因死去的市民 却突然站起来袭击了眼镜 原来 一切都是东九设的局而已 他早早就计划好 让市民来跟自己演一场戏 但两人都没想到 居然调出眼镜这个背叛者 在短暂思考后 绅士再次打开直播 他不仅没有答应东九的提议 还直接结束了秀治的生命 东九没有了之前的嚣张 低声下气 祈求绅士放过秀治 绅士却夸赞他们几人 刚才的演技不错 东九很疑惑 自己明明都挡住了摄像头 还关闭了麦克风 绅士又是怎么知道的 他在房间四处寻找 终于目光定格在秀治 送给他的闹钟上 里面却隐藏着一个微型摄像头 秀治缓缓睁开眼 原来一切都是他和绅士做的局 刚才发生的事 不过是障眼法 为了让观众相信 同时也是为了折磨东九 在偷拍直播盛行的时候 秀治的妹妹成了其中的受害者 绅士的妻子 也无法幸免于难 遭受折磨时 他甚至还怀有三个月身孕 两人曾试过报警 警察根本不管 在这之后 尽管受害者们已经死去 可视频一直在流传 新的受害者 也在不断增加 观众沉浸其中 没有一个人想过阻止 于是受害者的亲人们 团结在一起 酝酿了这场计划 在获取观众的IP地址后 寄给他们一个闹钟 并伪造了这场直播 观众一共有五千人 冬酒还有一丝善念 尽力阻止视频流出 而除了冬酒以外的 四千九百九十九人 所有的信息都会被公开 这也是他们 能够为受害者 讨回的一丝丝公道罢了 很多人都说 是因为好奇 或是不小心点进去 才观看了这些恶俗的直播 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这样的行为 同样也会导致观众 成为加害者的一方 视频里的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个点击量 每个打赏 都会成为刺向受害者 以及他们家人的历刃 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 以及一生的屈辱 而换作你 又会如何选择呢